第811章 隐秘 依妹不要劝我,确实是于兄对不住你。 当年我自以为才智通天并修炼了几种上古早已失传的秘书, 本以为可以轻易夺赦魔区成功, 内知道这加罗骨魔原神虽然覆灭了, 但体内残存的魔气居然如此之浓, 差点反被他吞噬融合。 最后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原鹰被俯视, 耳无能为力啊,为父真是太没用了。 天宿真人是叹了一口气,声音中满含歉意。 大哥别这么说,原鹰被俯视是小妹自己修为太弱, 不关你事,何况最后关头, 若非大哥拼力援手将我魂魄移入你的身体之中, 小妹才真的是万劫不复, 如今这种情况, 我已十分满足。 女子鸣嘴一笑, 十分淡然地劝道, 可惜你没有身体, 连行动都无法自由。 这有什么? 夫妻本为一体, 我虽失去自由, 但与大哥永不分离。 诗之东欧, 收之丧语, 小妹并没有什么好遗憾的。 女子是柔情万分地说的。 姨妹, 天宿真人十分感动, 娜娜地说不出话来。 良久, 虽然上一次, 威夫没有考虑周全最终夺赦失败, 但这十万年来, 我也没有闲着, 重新想到了一个办法了。 哦, 大哥是说, 我们还有机会与这魔区重新融合? 那女子有些诧异地开口了。 不错, 此方法是我结合平生所学, 并参详魔道秘工, 苦心积虑自己创出来。 虽然没有机会仪式, 但肯定是八九不离世。 天宿真人的声音里, 充满了自信之意。 真的? 女子却有点半信半疑。 放心, 威夫绝对不可能失败第二次。 当然, 此密法也有难处, 需要大量的血迹之物, 不管修饰还是妖族, 等级越高越有用。 可惜过往的岁月里, 我们一直深陷淋雨, 被困在魔区内部, 动弹不得。 幸好今天来了两个傻瓜, 否则为夫还真没有办法。 男子是叹了一口气, 略有些无奈地解释。 原来如此, 可即使吸收了两名化形七妖族, 这具魔区的机能也仅仅是略有恢复, 最多能够发挥出昔日加罗古魔的十分之一神通。 这样的实力, 根本无法将昔日九大离合期高手所设下的天气伏魔阵破去, 更别谈从这被封印的空间里逃脱呀。 女子秀美微皱, 十分担心地开口。 哼, 姨妹, 怕什么? 天气伏魔阵固然非同小可, 但你不要忘了, 为父当年可是本门宗主, 玄凤仙子所留下来的典计, 我早就参想过巫术了, 此阵并非没有遗漏, 我只要再吞噬几名修饰原鹰或者化形妖魂, 就有足够的实力将此阵破去。 天秀真人自信地说, 可我们被困在此处哪有修饰的原鹰可以吞噬呢? 女子苦恼地开口。 哈哈,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刚刚通过搜魂, 从这两腰的记忆中得知, 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人进入这封闭的空间里, 而且修为应该不敌, 天秀真人淡淡地解释, 那太好了, 但愿吞噬他们之后, 真能将天气伏魔阵破去, 说实话, 我也不想继续待在这狭小的封闭空间里。 女子是叹了一口气, 这才说出真正的心意。 放心, 等十万年的机缘, 我们才终于可以从这里出去, 为父绝对不会放弃, 离开此处之后, 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寻找血迹之物。 一旦真正地与这具魔区融合, 便是那隐居的离合期老怪物, 也绝非我们的敌手, 那时候在破碎虚空飞升上剑。 天秀真人意气风发地说, 原鹰的小脸上充满了向往之色。 倒是女子眉头一皱, 上剑, 师兄说的是妖魔剑吗? 这是自然, 男子文言表情一呆, 随后像是想起什么的苦笑起来。 姨妹, 我知道你对灵界耿耿于怀, 不过你我原神已被魔器同化, 何况夺了这具加罗骨魔的躯体, 又怎能飞升到灵界去? 要知道灵界和妖魔虽然是不相干的平行界面, 但却水火不容, 且两界高阶存在都有破碎虚空的神通。 妖魔曾经对灵界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 灵界高手也常常跑去魔界伺掠夺宝, 如果飞升灵界, 恐怕才现身就会被大神通修士给灭掉。 对不起, 是小妹执着, 让大哥担心了。 女子歉意地开口, 傻话, 你我之间还道歉干嘛? 姨妹, 你不用多想, 你我苦修为何, 到头来不就是求个长生吗? 只要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管他最终是成仙还是成魔, 其实, 你是被那些古修士的典籍误导, 妖魔界不一定就比灵界差什么, 男子如此这般的安慰道, 真的? 不错, 等飞升到上界之后, 围凶会为你重塑猿鹰之体, 然后将魂魄移送出去, 最后再夺射一具摩蛆, 这样你来, 因为你就可以重获新生了。 重塑猿鹰? 这怎么可能? 女子不由地大吃一惊, 要知道他们这种修道之人, 也最多不过舍去肉身, 而猿鹰乃是金猿的根本, 一旦舍弃, 根本就没听说过还可以重生。 哼, 这里是不可能, 不过灵界妖魔界都是尚未戒面, 那里的秘书之诡异强横, 根本就不是这一件修士可以揣夺的。 加罗古魔猿神虽然被灭, 但躯体中还留有一些记忆, 妖魔界确实可以重塑猿鹰之体, 当然, 前提是三魂七魄, 完好无损, 二姨美妮正好满足, 为父一定会让你重生那时候, 我们又可以做一对神仙眷侣, 啊, 不对, 是魔仙眷侣, 多谢大哥, 女子听了同样露出喜, 出望外之色, 哈哈哈哈, 应该的, 现在就让我们去潜入这封闭空间的几个家伙吞噬了, 原鹰脸上闪过一缕煞气, 随后双手掐绝重新沉入进了古魔的身体之中, 挤膝之后, 加罗古魔睁开眼珠, 他的眸子居然是诡异的紫色, 咯咯, 由于太久未动, 他掐绝的动作十分深色, 就仿佛一出血走路的婴儿似的, 但很快就树亮了起来, 大量的魔气涌出将他包裹, 撕膜化为一道黑芒, 消失不见了。 第812章 洪荒巨木 这里是, 在光运中现身之后, 林轩立刻放出神石, 并小心地将九天灵顿祭出, 以防被不明危险偷袭, 袁柯就漂浮在他的身侧, 但此女的表情也是差不多, 说起来这两人有够倒霉, 进入这座神秘的建筑之后, 就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出口, 终于, 在一座不太大的房间中, 发现了传颂镇, 林轩与袁柯自然欣喜无比, 虽然不知道此阵通向哪里, 但估摸着应该能够出去, 何况事到如今, 他们也没有多余的选择, 不管成功与否, 都只有先世上一世, 好在此阵虽然年代久远, 但却并没有损坏, 于是两人安上金石, 双双站了上去, 一道法诀打出, 两人便在光运中消失了, 看来我们并没有逃出那神秘的空间, 林轩是叹了一口气, 表情也随之阴沉了下去, 似乎已经出了那巨大的建筑, 不过四周依旧灰蒙蒙的, 除了乱石与杂草别无他物, 特别是妖气很浓, 一看就还身处那神秘的空间之中, 袁柯依旧转头四顾, 这位雪狐族大公主美丽的眼眸中 突然闪过一丝惊疑之色, 林道友, 你感觉到了什么? 什么? 林轩眉头一皱, 略有些惊诧地开口, 这一路上, 虽然人妖疏途, 但相互扶持, 彼此间的关系也是融洽了许多, 但至少, 袁柯对于林轩不再抱有什么介意了, 此刻香儿就在少年的怀抱中, 不知为何这丫头对林轩比对姐姐还要亲近一些。 这里的妖气很浓, 几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空间其他地方也不能与之相比, 你知道这有什么意义吗? 袁柯眉头一皱缓缓开口, 公主是说, 林轩的反应也是很迅速立刻回过味儿来, 这里是妖脉的全眼? 不错, 也只有如此才说得通, 袁柯点了点头, 和聪明人讲话就是轻松, 那我们过去看看吧, 假若真有全眼也许会有出口, 林轩沉默片刻才眼珠一转的开口。 好, 袁柯自然没有意义, 于是两人化作不同颜色的惊鸿, 向正前方飞掠而出。 与此同时, 雪狐王于月旋风, 也是通过紫竹林来到了这神秘的空间之中, 并顺利穿越空洞。 毕竟, 两人都是后期的修为, 那些魔器化成的怪物, 并不能对他们造成多少威胁。 来到广场, 看着眼前密密麻麻的雕像, 一人一腰的脸上, 不由露出骇然的表情。 石化神童, 居然一次能够石化出如此多的羞耻和妖族, 那加罗古摩未免太可怕了。 月旋风是喃喃的开口, 眼底深处, 阴阴闪过一丝畏惧之色。 月月兄此言诧异, 那加罗古摩神童固然非同小可, 但说到底不过是离合起, 怎么可能一次将你我两族前辈瞬间灭去, 雪狐王却摇了摇头不以为然的开口。 那眼前, 我怎么清楚, 但肯定是有别的缘故, 描杀数以百计的修士与妖族, 这种石化神通, 至少要动玄器的古摩才能做得到的。 动玄器, 怎么可能, 那种层次的怪物, 在上界也是一方八珠, 就算有空间裂缝, 因为有界面之力的缘故, 也绝不可能穿越到我这些夏威界面来。 月玄丰脸色大变地开口, 动玄器妖魔的本体当然不行, 不过分魂球未必不能够降临, 算了, 这些都是百万年前的旧事, 与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确认有没有外人闯入这里, 雪狐王话音未落突然表情愣愣地呆住了。 月玄丰皱了皱眉, 盲顺着她的目光望了过去。 随后, 这位人类心晋级的大修士也是脸色狂变。 不好, 店门已经被打开了, 看来是有人闯进来了, 怎么办? 废话, 当然是去阻止她, 虽然过了这么久, 但加罗古墨的元神应该早已被俯视殆尽, 可万一出点什么差错,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雪狐王的脸色, 阴沉地开口。 随后这一人一妖各展神童, 以极快的顿速飞入了大殿之中。 这是什么? 林轩望着眼前之物满脸震惊之色, 喃喃地开口了。 此刻她身处于山傲之中, 然而面积却是极广, 四周都是灰蒙蒙的妖物, 对于神识也是略有阻隔。 不清楚, 不过此地应该就是极品妖脉的全也没错, 妖气如此之浓, 在这里, 我的神通都能凭空增加不少的。 袁哥就站在林轩身侧, 脸露兴奋地开口。 公主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你能否告诉我眼前这桌古墓是做什么的? 林轩却目光闪动, 脸色凝重地开口。 就在两人身前树杖远处, 又以参天古墓, 林轩踏入修仙界也算见多识狂, 然而却从没见过如此巨树。 高百于杖, 知凡夜貌, 更加古怪的是, 此树还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妖气。 袁哥仰起头, 目光闪动, 林轩也将神识放出, 对此树细打量。 咦? 林轩突然眉头一挑, 浑身轻芒大起, 向着上空飞去, 袁哥略以犹豫, 也跟了上来。 仅仅拔高了五十余杖, 林轩就停下了身形, 望着眼前的巨木沉吟不语。 只见那巨木的树盖之上, 居然出现了一张人脸, 唯妙唯巧, 眼耳口鼻无疑或缺, 不过最让林轩在意的是, 是他的额头镶嵌着一屋。 约有拳头大小, 飞金飞玉, 明明灰蒙蒙的却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华美感觉, 里面更蕴含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妖力。 林轩是怂然动容, 虽然认不出, 但这明显是一件不得了的宝物。 谣言舍利,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谣言舍利? 背后传来交呼, 林轩回过头发现原客一手眼口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谣言舍利, 那是什么? 林轩回过头, 淡淡地开口。 原客听了心中一领, 看了一眼, 林轩已清醒过来, 自己刚刚太失态, 他略意迟疑, 并没有马上解释。 一奶声奶气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哥哥, 谣言舍利我听说过, 乃是妖界十大宝物之一, 有了他, 就等于随时将一上品妖脉带在身边, 可以随时随地提升修为, 无论对于修妖者还是妖族都大有好处, 我曾经听父王说过。 第813章 世心魔陶 香儿 没想到妹妹这么嘴快, 原客的表情顿时变得有些不自然, 想要阻止却为时已晚。 哦, 居然有如此神奇之物, 真的假的? 林轩瞇了瞇眼, 脸上略现不幸之色。 这个不清楚, 妖言舍利切身从未见过, 只不过点击确实是如此记载, 想来不会有错。 原客干笑着开口, 如今否认已没有作用, 她只能狠狠地瞪了妹妹一眼, 离了理发丝, 装作并不在意。 哦, 林轩点点点头不知可否, 浑身轻盲一起, 继续向树顶飞去。 如此重宝, 对方居然不感兴趣, 雪狐公主俏丽的面容上, 不由得浮现出一丝恶然之色。 不过, 此女也是颇为聪明, 略意愁愁, 并没有马上动手取宝, 同样, 化为一道惊鸿, 想上空飞去了。 此树高百丈鱼, 繁衍出来的枝叶更是繁茂无比, 覆盖了好大一片区域。 林轩将神石放出, 仔细地打量着该树, 突然眼中闪过一缕异色。 怎么, 道友有什么发现吗? 袁可一直留意着林轩的举动, 见了此举不由地缓缓开口。 不错, 此树让林某想到了某物, 只不过不太肯定罢了。 哦, 道友认得此树, 袁可不由地悚然动容。 我也仅仅是猜测, 不过仙子身为雪狐公主, 应该听说过盘桃树的传说。 林轩眼中目光闪过, 一字一顿地开口了。 什么? 你说盘桃树? 我没有听错吧, 据说那东西在灵界, 也是逆天级的宝物。 每十万年一数, 凡人吃了可以延年益寿, 或到五六百年也不稀奇。 而动玄器以下的修饰若是浮了, 几乎可以整整提高一个境界。 比如说, 道友这样的猿鹰修饰, 若是浮了一颗盘桃, 药力被猿鹰吸收之后, 就立刻突破达到离合器了。 道友莫非是想说, 这就是盘桃古术? 即便以袁柯的城府, 声音也有些发抖, 那是激动的缘故。 当然不是, 林轩却摇了摇头, 盘桃在灵界也是逆天级的宝物, 我们这种下位界面的灵气, 如此稀薄, 怎么可能有呢? 那, 袁柯表情一动, 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此物并非盘桃, 不过与灵界那种宝物, 却也是有一些联系的。 林轩略带神秘的开口, 与盘桃有联系? 难道, 是传说中的世心魔桃? 袁柯一声惊呼, 表情突然大变。 啊, 没想到公主见是如此之寡, 连世心魔桃也听说过。 林轩倒真的有些奇怪了。 嗯, 杰森曾听父王提起, 世心魔桃乃是一件让人又爱又恨的宝物, 据说多福不易, 不管修士还是我们妖族, 一生都只能服下一枚而已。 不过他的功效很难说, 如果运气好, 虽然不及盘桃, 但也能免去近百年的苦修, 如果运气不好, 吃下该物, 境界甚至会掉落一个层次。 袁柯缓缓缓地说, 这种宝物功效奇特, 而且无法调控, 全看人品如何, 所以便是有人得到世心魔桃, 却也不一定敢吞服。 林轩点点头, 化为一道顿光飞入到茂密的枝叶深处, 很快, 两枚桃子模样的灵果就陷于眼前。 然而此桃颜色却诡异无比, 一半洁白如玉, 另一半却漆黑如墨。 当然了, 并非白色那一半就对身体有益, 而服下黑色那一半就会进阶掉落, 以前曾有修饰试验过, 只是那个功效与颜色半点关系也没有。 两枚领过, 公主, 正好我们一人一枚如何。 林轩微笑着开口了, 这, 袁柯脸上露出迟疑之色, 虽然宝物难得, 可天知道服下之后是福是祸。 怎么, 公主是害怕运气不好, 吃下此桃之后反而进阶掉落? 不错, 袁柯点了点头,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自己好不容易才到化形中期, 可不想重新变回一头三阶的小狐狸。 须知, 势心魔陶也就能够免去百余仔的苦修, 可一旦运气不好, 掉落的境界则要多得多。 权衡利弊, 还是别吃为意。 公主果然谨慎, 不过如果在下有办法让此桃服下之后只会提升修为, 而不会有境界掉落的危险, 不知道你打算如何谢我。 林轩突然出人意料地开口了。 什么? 这, 这怎么可能? 施心魔陶服下之后好话明明不可控制的。 袁柯听了林轩的话音一呆, 脸上露出狐疑的表情来。 哼, 没什么不可能的, 姚灵岛偏居一遇, 公主哪知道这些年来我们人界修仙界的发展, 将其炼成魔陵丹, 就可以将此桃布好的部分去除, 服下之后可免去你百余年的苦修。 林轩自信地开口了。 真的? 不错, 在下怎么会欺瞒公主? 林轩满脸真诚之色。 袁柯一手俯额终于沉吟着开口了。 若道友真能练至子丹, 切身自是感激无比, 不知道道友想让我怎么谢你。 很简单, 那妖言舍利贵林某所有, 公主不用争了。 林轩狮子大开口地说道, 这! 袁柯脸上不由露出一丝惆怅, 妖言舍利可是不得了的宝物,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此物虽然稀有, 也就相当于 以可以随身携带的上品妖脉, 对自己修炼没有多大公益, 百花山的妖脉品质绝不下于妖言舍利。 也就是说, 得到此物, 也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失去了也没什么可惜。 当然了, 也就是袁柯是雪狐族公主, 若是换一名妖族, 断然不会这么想。 那摩元丹真有你说的好处, 在下断不会欺瞒公主。 好吧, 看在你救我妹妹的份上, 成交。 袁柯点了点头, 他这也是借花献福, 反正自己也不算失去什么, 妖言舍利只有一枚, 对方既然不愿意放弃, 自己就用他来换取一件提升修为的机会。 而此女这么大方还有一个缘由, 他已碰到修炼瓶颈, 视心魔陶对于法力的强行提升, 甚至可以无视瓶颈, 若林轩所言属实, 那么自己就可以达到化形中期的顶阶距离父王, 也仅有一步之遥。 他可没有相爱那么好的自知, 为了有朝一日大道可欺, 自然不会将任何提升修为的机会放弃, 这可远非一般法宝可比, 即使那宝物是妖言舍利, 两人达成一致。 林轩袖袍一服, 一道光霞飞掠而出, 幻化成一青色大手, 将两枚灵果摘下。 魔元丹炼制不难, 所需要的辅助材料, 恰好在下身上也都有, 可以马上开炉炼丹, 不过需要共诸为我护法一番。 林轩转过头缓缓地说, 这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必须单程之后, 道友才可以收取妖言舍利。 袁柯略一思索, 如此这般地说。 好, 在下同意。 对于此女的要求, 林轩并没有感到意外, 换作自己也同样会如此做。 毕竟修仙界并不讲究仁义道德, 此女担心被骗也是正常的。 见林轩如此爽快, 袁柯嘴角边露出一丝笑容。 好, 此时过后, 道友永远是我们雪狐族的朋友。 林轩点了点头, 画为一道顿光机摄向左侧的方向, 袁柯也是连忙跟上。 此处本是山傲, 因此, 林轩没费多少功夫就来到了一座大山的面前。 伸出手来是屈指碑坛, 几道青色剑光出现, 迅速暴涨到杖许, 狠狠地向着山壁劈去。 既然要练丹, 肯定要开辟一处零食的洞府, 不简陋地煽动就行。 林轩是熟门熟路, 仅仅花了半盏茶的功夫, 就完成了这项工作。 袁柯在旁边看着, 脸上却露出动容之色。 这可不是普通的山峰, 而是一处铁砂矿脉。 挖掘以后, 可以用来锻造灵器, 坚硬程度远非一般山石可比。 可这林轩法宝也不用, 仅凭剑气就如切豆腐, 神通之强, 远在一般原因出奇老怪之上。 在联想林轩一路上所展示出来的神通, 魔道双修, 让此女大声聚异, 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与犹疑, 也掐灭在了萌芽里。 虽然他自问答起, 不会在林轩之下, 但想要取胜也并不容易, 而在这险恶的环境里, 两人翻脸, 显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算了, 谣言舍利对自己来说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途, 锦上添花而已,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 林轩表面不动声色, 但其实却将袁科表情的细微波动一一看在眼里, 嘴角上笑露出一丝自得, 此女已经服软。 修仙界讲究的是实力, 假如自己只用好处收买员, 可绝不会白白放弃妖艳舍利, 必须让他有所顾忌, 现在看来, 自己是赌对了。 洞府披成之后, 林轩将剑光一收, 左手翻动, 击杆正旗又出现在了掌心之中。 林轩是一道法诀打出, 那些正旗顿时没入土中, 魔物翻涌, 将整个山洞罩住。 无鬼裂魂阵, 方人之心不可恶, 林轩可不像自己炼丹的时候, 这位雪狐公主又改变主意, 随后化为一道惊鸿, 飞入到魔戚之中。 袁科秀眉微皱, 这家伙不仅正魔兼修会炼丹, 居然还懂得正法之术, 人族之中很少出现如此了不起的人才了。 第814章 提纯与取宝 少爷,那魔元丹是什么,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月儿眉头一皱, 有些好奇地开口。 此时林轩盘膝坐在山洞深处, 除了无鬼裂魂阵, 他又布下了几层禁制。 方人之心不可恶, 略思索林轩将施魔也用神念换出。 虽然在麒麟鼓动的时候, 尸魔双臂回去, 如今还来不及修补, 但关键时刻依旧能够发挥出不小的神通。 做好这一切之后, 林轩才缓缓开口。 傻丫头, 魔元丹你当然没有听过, 因为我根本就是骗他的。 什么? 骗他? 月儿脸色大变。 不会吧,少爷, 那一会儿怎么向雪狐公主交代, 莫非想要翻脸吗? 当然不是。 林轩摇了摇头, 翻脸没有任何好处, 我干嘛要那么做? 须知这世心魔陶一人只能扶下一颗多吃也没有好处。 月儿你又没有身体, 否则我倒可以替你将磁宝抢下来。 小婢多谢了, 少爷如此体贴照顾, 月儿的翘脸上不由地浮现出一丝感激之色, 隐隐地还有一丝红韵。 摩元丹虽然是假的, 不过关于功效之说, 我却没有欺骗雪狐公主。 林轩眼珠一阵, 喃喃地开口。 少爷, 你说什么? 小婢怎么听不懂? 月儿挠了挠头, 林轩的话太过高深莫测。 傻丫头, 你忘了蓝色星海吗? 这世心魔陶伏下之后, 之所以有可能修为掉落, 我估计是里边含有有害物质的缘故, 只要将其提纯出来就可以了。 林轩淡淡地说, 原来如此, 不过此宝少爷以前也没有见过, 以上应该是推测吧, 你真有把握。 月儿还是有些担心地开口, 嗯, 你说得不错, 我确实是猜的, 但应该不会出错。 林轩的脸上露出自信之色, 随后绣袍一幅, 一道光霞飞掠而出, 那世心魔陶就出现在眼前了。 林轩用神识打量了一番之后, 将此灵果卧在掌中, 闭上双眸, 蓝色星海缓缓调动, 对于提纯, 他已经是驾轻就熟, 所以此次还是颇有把握。 半个时辰之后, 林轩睁开眼眸, 世心魔陶仅有起初一半那么大了, 而且变成了诡异的紫色。 在陶子的旁边, 则有一堆黑色的粉末, 这些应该就是让境界掉落的元凶。 林轩原本是想把这些无用的东西丢在一旁, 但心中一动, 想了想后, 却又放弃了这个念头, 在腰间一拍, 将一个愈合取了出来。 随后, 林轩小心翼翼地将提纯出来的杂志装入里边。 既然能让修饰境界掉落, 说不定以后还会大有用途, 这可比什么毒药还要阴损得多。 林轩嘴角边是露出一丝笑容, 稍一歇息之后, 就又对另一枚世心魔陶进行提纯。 袁柯站在山洞门口, 这位美丽的女妖羞神色却有些凝重。 摩袁丹能否炼制成功? 此女如今倒有些患得患失了。 突然, 前方的魔物是一阵晃动, 袁柯不由抬起了头, 只见那魔物翻涌之后, 向着两旁分开了, 一条障许的通道显露了出来。 白光一闪, 林轩已飞掠到了面前。 如何? 袁柯是脸部轻移, 脸上露出几份急切之意。 哈哈哈哈, 公主不用着急, 林某幸不辱命。 林轩一边说, 一边将一枚紫色的魔桃 抛在她的手里。 这是…… 袁柯接过之后, 连忙细细打量, 然而带眉微重, 露出几分疑惑来。 也难怪, 提唇后的魔丹 怎么看也不像灵丹。 公主, 你不用怀疑, 你服下此物, 就知道林某没有骗你。 真的? 不错。 林轩脸上满是真诚之色, 不过此物不能保存太久, 半月之内必须服用, 否则功效可是会大减不少。 林轩嘴角边露出一丝笑容, 缓缓地向着词女解释。 凭心来说, 袁柯心中还是有一点疑惑, 不过现在也不能检测出来什么, 料来对方不敢欺骗自己, 否则血狐一族绝不会吃哑巴亏的。 点了点头, 袁柯将手伸入怀里, 取出一个玉盒, 将魔陶放了进去, 然后又取出了两张禁制符录, 一拍贴在了上面。 好了, 如今林某能否取宝, 倒有请便, 多谢公主。 林轩爆了爆拳, 化为一道顿光, 飞到那株古树之上。 望着他的背影, 袁柯的眼中闪过一丝惆怅, 但终于还是叹了一口气, 不声不响地跟了下去。 若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袁英初期修士, 或许他会翻脸, 但林轩所展示出来的神通实力, 让此女忌惮不已, 还是不要结拜生枝。 很快就飞到五十余帐高处, 那张人脸又映入了眼帘, 林轩袖袍一幅, 一道光霞飞掠而出, 在半空中化为一只杖许长的青色大手, 食指如钩, 向着妖言舍利就捞过去了。 然而, 树木上的那张人脸却张开口, 一道乌芒喷出, 狠狠地展向那青色大手。 林轩并未露出异色, 万物皆可修仙, 只不过植物特别艰难, 这株古树不知道活了多少万年, 零石已开启并不奇怪。 驱止一谈, 一道剑气水击射而出, 将那乌芒撞开, 大手继续狠狠地捞了下来。 只听嗖嗖两声, 不知从何处飞来无数藤条, 结枉挡在大手的前面, 林轩眉头一条, 脸上露出几分煞气, 张开口, 一团闭幽幽的火焰喷出, 那火离嘴之后, 立刻化为一只持续长的小鸟, 翅膀一扇, 就向前撞了过来。 树木怕火, 何况, 林轩修炼的毒炎还非同小可, 几乎是一接触, 那些藤条就仿佛遇见客星式的向后退缩, 但此树并不甘休, 树杆上的嘴巴一张, 又喷出一乌黑光团, 并迅速膨胀, 画我一条蜂龙。 我知道你灵智已开, 听得懂人言, 乖乖地将妖丹舍利交出来, 我念礼修炼不易, 不会伤害你, 否则, 林轩话音未落, 一道力芒已从他衣袖中飞掠而出, 轻轻一闪便将那蜂龙斩, 斩成两半。 轻火剑, 若光论攻击李子宝, 可以是连九天明月环也无法相比。 顾处虽然露出畏惧, 不敢再与林轩纠缠下去, 青色大手向下一捞, 一把妖眼舍利握在掌中。 第815章 同门相间 林轩脸上露出喜色, 双手一掐绝, 那青色大手就化为一片霞光, 拖着瓷宝飞到面前。 远有拳头大小, 飞金飞玉, 明明灰蒙蒙的, 却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华美感觉, 里边更蕴含着, 让人难以置信的妖礼。 甚至连极品进食也无法与之相比, 不愧是妖界十大宝物之一。 人界妖脉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能随身携带此物, 修炼凤舞九天诀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林轩是心中大喜, 表面却不露声色, 从怀中取出一个愈合, 将瓷宝小心地放入。 这中间的过程中, 林轩的大半精力, 其实都集中在身后的雪狐公主。 见袁柯没有异动, 这才松了一口气, 毕竟现在翻脸, 对谁都没有好处。 将玉盒小心翼翼地放入储物袋中, 林轩回过头, 公主, 走, 我们继续寻找出口, 即便探寻下这片空间, 说不定还另有收获。 好, 袁柯是没有异议, 那先将这附近搜索, 我们俩可以分开行动。 话音未落, 突然一连串的爆裂声声传入耳朵, 轰隆隆使地面颤抖, 灵气变得非常异常起来。 两人一呆, 不由得相对愕然。 难道, 还有别的修士来到这神秘空间? 这也有可能是妖魔, 记得进入黑洞之前, 我可被袭击过。 袁柯略以思索, 如此这般地说, 不管如何, 我们先去看看好了, 也许能够得到离开的线索。 林轩想了一想后, 是郑重地开口。 好, 不过要小心一些, 最好将气息收敛起来, 能够找到离去的方法最好, 如果暂时找不到, 我可不想遇见危险, 进行无意义地打斗。 袁柯是秀眉一昼, 轻轻地说, 林轩自然不会有什么意义, 反而十分地赞许, 随后是双手一掐, 施展九天玄宫中的敛气之法, 整个人的气息是变得若有若无, 甚至连心跳和血流都被掩盖了起来。 林轩好神通, 袁柯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暗暗庆幸刚刚没有动手, 这少年的手段还真是层出不久。 轻笑一声之后, 此女先将妹妹放入了腰间的灵兽带中, 然后展开弹口, 使一道惊气喷出, 朝着自己这么异国, 整个人的身影也消失了。 血狐一族, 本来天生就擅长幻术, 这种隐匿身形的伎俩, 对她来说不过是小儿科。 一些淡淡的黑气将林轩包裹, 颜色与周围的妖物差不多, 浑然一体, 林轩与颜柯一起, 朝着前方的灵力波动, 飞天而去。 与此同时, 在某间宽广异常的大殿之中, 是魔物翻涌, 竟然形成了一朵漆黑如墨的魔云。 魔云之中, 隐隐有一人影闪动, 正是被天秀真人附体的加罗古墨。 此时这家伙是满脸得意之色, 头顶之上, 再次长出无数毒蛇一样的触手, 触手的顶端, 已将一修士躯体势牢牢咬住。 看服饰, 居然是玄凤门当代宗主岳玄丰。 这说起来, 这也是这位大修士倒霉, 进入魔殿之后, 他便与雪狐王分开行动。 毕竟两人是敌非有, 待在一处, 反而要分出精力防范对手。 何况, 分开寻找效率也要高得多, 内之道, 中途岳玄丰却被加罗古墨给偷袭了。 原本作为原英后期大修士, 岳玄丰一身修为非同小可, 然而在进入此地之前, 他与雪狐王先进行的一番大战, 法力消耗十之八九, 一直还不及恢复, 连神识也是大受影响, 疏忽之下, 就被妖魔给偷袭。 不过虽是强弩之末, 岳玄丰神童依旧远非那两名化星初起妖族可比, 是千军一发之计, 已将原英盾了出去, 加罗古墨当然不会放过, 摩云是一阵翻涌, 幻化出树头十余丈长的蛟龙蛇, 恶狠狠地向着月旋风的渊鹰扑了过去, 渊鹰的脸上是满含怨毒, 小口一张, 喷出一米粒大小的青色圆珠, 小手一点, 那圆珠猛然暴涨起来, 光芒打放, 如同耀眼的太阳一样。 与初中期的修饰不同, 进阶后期之后, 原英已经比较凝固, 即使失去了身体, 依旧可以发挥出不小的实力。 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对方偷袭, 月旋风心中的郁闷, 是可想而知。 咬牙切齿, 驱使把我向对方轰了过去。 摩西化成的蛟龙也不示弱, 恶狠狠地扑了上来, 几乎是一接触, 魔教就大战上风。 原因是一呆, 小脸上闪过一丝阴霾, 随后毛骨悚然的一幕, 落入到他的眼帘中。 之间通过那些触手, 死魔竟然将他的肉身吸收, 以丝痕挤也不留。 是吞噬血肉? 难道你是迦罗骨魔? 月旋风突然想想起了什么事的, 脸色大变得开口了。 根据本文典籍记载, 当年入侵妖魔虽多, 但喜欢吞噬羞噬肉身的就只有一个, 罪罪凶恶的迦罗骨魔。 啊? 你知道我? 迦罗骨魔是阴侧侧的开口了, 阁下神通不弱, 是刚进级的后期修士吧。 寻凤门宗主, 不知道你如今使地多少代了, 原本同门异常, 老夫也算你的前辈祖宗, 若非我现在急需修士猿鹰血肉, 倒也并非不可以饶你一命, 至于现在, 小子, 算你命不好了。 话音未落, 他是一口精纯魔气喷出, 蛟龙变得越发凶猛, 三下无除二, 就将那圆珠宝打得四分五裂。 你说什么? 听了对方的言语, 原鹰眼中上过一丝迷惑, 什么同门祖宗, 这妖魔是想要扰乱自己的心智吗? 刚刚升起这个念头, 就看见自己的宝物隐落, 他不有的大惊失色, 也顾不上仔细去想, 双手一掐, 身影已从原地消失。 瞬移? 加罗骨膜眼睛是一咪, 左手一样飞出一道乌莽, 原鹰跌跌撞撞, 现出身形满脸惊惧。 不可能, 你连瞬移也能破去? 什么狗屁瞬移? 你施展的不过是简化版而已, 真正的瞬移乃是上界修士才能掌握的秘书, 而现在, 虽然因为不完全融合, 只能发挥出这具躯体十分之一的神通, 但破你这种似是而非的瞬移, 依旧轻而依据, 骨膜的嘴角边露出激潮的笑意, 躯体融合, 难道你并不是真正的加罗骨膜? 原鹰脸色大变的说。 第816章 化身符 哼, 我是否是加罗骨膜, 对你又有什么区别吗? 识相的就不要再做无畏的抵抗了, 老老实实让我吞噬, 还可以少受苦楚, 反正在本尊面前, 你绝对是无处可逃, 又何必再做那徒劳的努力呢? 嚣张的声音是传入了耳朵, 刺得人耳膜生疼, 可怜月玄丰的肉身已完全被吞噬融合, 某一阵翻涌, 被内人影吸到身体之中, 加罗骨膜显出全貌来了, 猿鹰的小脸上是露出畏惧之色, 最后一丝侥幸也被掐灭了, 果然是那传说中的诡异妖魔, 他这幅形象与典籍中记载的是完全融合, 据说,此魔原本是佛宗的修仙者, 进入离合期之后, 因为没有杜劫的宝物, 于是便在受缘耗尽以前破碎虚空, 来到魔界之中, 并且魔戚灌体成功, 而在不知多少万年之后, 人界的修仙者与妖族联手, 与妖魔展开生死之斗, 妖魔大败, 但他们并不甘心, 于是用诡异秘法付出极大代价, 从上界请来一些同族, 而加罗古魔就是其中极其厉害的一个, 这些妖魔散落各地, 与古修士大打出手, 而此魔正好降落在妖灵岛, 原本以妖族的实力还略有不敌, 可修妖者的加入, 特别是玄丰仙子等五大离合棋高手, 此魔寡不敌众, 最后被封印在这神秘的空间之中, 原鹰脑海中是瞬间转过了这些念头, 虽然此魔身上或许还发生过什么, 但明显不是现在自己可以立敌的, 权衡立弊, 还是先逃跑更稳当一些, 毕竟没有躯体, 他实在无法发挥出原鹰后期的强大实力, 念疾至此, 原鹰水小手一番, 已将一张金灿灿的符炉积了起来, 一口晶圆喷在上边, 此幅是无风自然, 一道光霞飞掠出来, 那光霞一个盘旋之后, 竟然幻化出一个虚影, 身高六尺, 容貌英俊, 看形象, 竟像是以背剑书生的模样, 这时, 古魔一呆表情变得非常古怪, 动作竟然停了下来, 原鹰大喜连忙一掐掘化为一道惊鸿, 向后飞射而去, 由于被对方破过一次法术, 他不敢再用顺意, 但顿光的速度, 也远非普通修饰可比, 此福乃是门中代代相传的宝物, 应该能够挡住着妖魔片刻, 仅仅一个呼吸之间, 原鹰就顿出百丈之远, 加罗古墨没有惊怒交集, 反而有些逻辑地叹了一口气, 按说他这种活了十万年的老怪物, 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动起心智了, 然而眼前的一幕太过特殊, 即便他的心再平静无波, 此刻也不由得开始颤抖, 想不到当年我留下的化身符, 有一天居然会被后人用来对付自己, 加罗古墨是喃喃自语, 如果仔细看, 可以发现那悬浮在空中的书生虚影, 与天秀真人的原鹰五官是唯妙唯巧, 根本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 而此福也是他亲手练之, 当年天秀真人寿元将近, 不甘心就这么作画, 于是带着伴侣悄悄来到此空间之中, 准备于加罗古墨的躯体融合, 这件事情非常隐秘, 他没有告诉任何师兄弟, 不过来此之前, 还是为玄凤门留下了一些伏笔, 不用好奇, 修仙者虽寡情博弈, 但在一个门派待了近十年, 多少肯定还是有一些感情, 他怕自己失踪之后, 别的势力对本门不利, 于是分出一缕神念, 制作了几张化身符, 虽然每张符路中的虚影, 只能存在一炷香的功夫, 但却能发挥出自己鼎盛时期, 七八成的威力, 并不逊于普通后期修仕, 甚至可以说还要稍强一些, 一共三张化身符, 在关键时刻确实解了玄凤门之恶, 而元英所祭出的这个, 已经是最后一张了, 加罗古墨的嘴角, 使露出一丝鸡巢之色, 如果换一位同等实力的后期修仕, 这还真不好对付, 毕竟这句魔躯, 只能发挥出十分之一的神通而已, 不过, 用自己对付自己, 白光一闪, 天宿真人的原因, 已从魔躯中顿了出来, 小口一张, 从他的嘴里飞出一缕精芒, 那虚影的眼中露出一丝迟疑, 居然没有反抗出什么, 被精芒一绕, 就溃散消失掉了, 只剩下一绿豆大小的光点, 悬浮在面前, 元英毫不客气地吞入肚子里, 此乃他的分神, 故而对本体不会有丝毫的反抗, 然后元英嬉嘻嘻一笑, 重新化为一道顿光, 没入了古魔的天灵盖, 古魔的眼睛睁了开来, 月旋风的元英已经逃远, 可他仿佛一点都不急, 魔气翻涌, 包裹住他的身体, 随后, 居然渐渐变得模糊不形, 化为一道纤细黑丝, 向前方击射而去, 速度更是快的, 不可思议, 而这时, 林轩和元柯追着灵气波动, 也来到了附近, 突然从前方击射出来一道惊鸿, 两人对视一眼, 立刻不约而同地藏到一块巨石后面, 情况不明, 自然要多加小心, 很快, 那惊鸿就已飞进, 林轩怕打草惊蛇, 不敢用神石探索, 眉头微皱, 已将灵力运到双目之中, 咦, 林轩脸上是露出几分诧异, 那惊鸿之中包裹着的, 居然是一白嫩嫩的原因, 这可有些出人意料, 不过在定睛一看, 林轩是脸色大变, 因为那袁英同自己相比, 明显要强壮得多, 肌肤不仅白呢, 还隐隐地散发出一种隐隐的光泽, 明显非常稳固, 这种情况可是后期修饰才有, 可对方如果真的是大修饰, 又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林轩和袁克对视一眼, 皆看出对方表情愕然, 怎么办, 两人大气都不敢传, 就在这时, 一缕黑线从后边击舍而来, 开始上远可闪了几闪之后, 就挡在了惊鸿的面前, 明明是一细弱发丝的黑线, 略一盘旋之后, 却骤然暴涨了起来, 随后一道仍影清晰的浮现, 光头赤足, 脚下踩着一黑色连台, 手中还拿着一串链珠, 居然是佛门的修仙者, 林轩是皱了皱眉, 心中越发的觉得古怪, 悄悄放出一缕神石, 向着这不速之客叹了过去, 林轩是小心翼翼, 神石仅仅是在他身上一扫而已, 可加罗骨膜的反应却是灵鸣无比, 嘴巴一脸, 以转头向这边望了过来。 第817章 鬼脸和银龙 不好,林轩脸色大变, 没想到这样也会被对方发现, 想也不想的身形一闪, 一朝旁边遁开。 袁柯身为雪狐公主 同样是心思机敏的人物, 连不轻移, 也四缓十几地朝旁边退了开去。 轰隆, 几乎是在两人退开的同时, 一条耳壁粗像鞭子一样的古怪之物, 从林轩刚刚站立的地点伸了出来。 好险, 林轩是吸了一口凉气, 定惊望去。 只见那东西从黑衣僧人的背后延伸出来, 竟像是他的尾巴一般。 这家伙也就是妖魔。 林轩一瞬间就做了个判断, 浑身是轻芒一闪, 已将九天零顿打开。 袁柯同样不敢带满玉手一幅, 溜到月牙形的光刃, 从他的身体里浮现而出。 缓缓旋转, 这也是一件工坊兼备的宝物。 一名原鹰初期修仙者, 还有一名画形中期妖族, 太好了。 看来, 闯入这空间的高阶存在比本尊想象的还多。 将你们吞噬之后, 我应该可以将天气浮摩阵破除, 离开这封印之处了。 加罗骨模式舔了舔嘴角, 脸上满是冰冷的笑意。 吞噬我们的原因? 林轩是皱了皱眉心中借一大气。 道友小心, 此魔不仅吞鹰修饰的肉身, 他也会同样融合。 老夫的躯体就是被他给吃了, 而且此魔顿素奇特, 两位不要妄想逃走, 我们不如联合与这家伙拼了。 原因目光闪烁, 突然缓缓开口, 声音之中的怨毒更是让林轩为之侧目。 道友是, 在下玄凤门大长老岳玄丰。 岳玄丰? 难道便是自己在寒潭边上遇见的那位大修使? 林轩表面不动声色, 心中却暗暗思索。 联手斗魔, 别开玩笑了。 虽然不知道这位玄凤门之主的肉身是如何被毁, 但此魔的神通也可见一般。 林轩并不怯弱, 但也绝不会冒险。 与此魔相斗又没什么好处害自己傻吗? 当然, 这番话, 林轩是不会说的。 脸上反而露出一脸正气之色。 出魔未盗, 乃是我被之责, 在下自然义不容辞。 袁柯听了, 脸上露出一丝异色。 与林轩一起待了这么久, 他当然知道, 这少年比想象的要狡化得多。 对方如此做作, 肯定有别的打算在里头。 他也不想与妖魔相斗, 但自己一个人很难顿走。 脸部轻移, 与林轩并肩站在一起。 袁英心中大喜, 如果是他自己, 恐怕很难从这妖魔的手中逃去。 不过现在有两个垫背的傻帽出现在这里。 可惜, 这位大修士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一些。 林轩神通与之相比固然远远不及, 但若论心机。 呵呵, 人算我我亦算之, 鹿死谁手, 还是两说之事。 更何况, 对方不过是以躯躯原鹰之体。 林轩回过头, 将目光落在那黑衣僧人的身上。 对方慈眉善目, 然而浑身却磨其造体, 给自己的感觉与以前的妖魔是大不相同。 尤其诡异的是自己居然看不出这家伙的境界。 难道对方竟是离合其妖魔? 林轩心中一寒地想着, 不过很快, 却摇了摇头。 不会, 自己虽然从未见过离合其怪物, 但想来比眼前的妖魔要强大得多。 他若真有这么厉害, 眼前这位悬凤门大长老的原因也不可能逃脱。 年纪至此, 林轩是松了一口气, 不过却不敢有丝毫放松警惕。 袖袍一服, 九天明月环以飞瑞而出, 地溜溜旋转着, 释放出一层荧光将林轩包裹。 这是双属心宝屋。 加罗古魔脸上浮现出奇异之色, 望向林轩的目光顿时变得凝重, 还有几分诧异在里边。 这种法宝也只有上界才有, 你从何处得到? 月玄峰和袁柯同样见多识广听了古魔的话, 表情也变得惊恶异常。 双属心法宝, 有没有搞错? 这小子不过是袁英初期的修仙者, 当然此时此刻两人也没有心情探究什么。 大战在即, 如今最危险的敌人是古魔。 袁英是转了转眼珠, 张开口喷出一缕精芒, 见风就长化为一柄三尺清风, 后期修士就是不一样。 虽然失去了身体, 但依然拥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法力。 古魔并不在意, 对方不过是自己的食物而已, 他的嘴角边露出几分激潮的笑意, 也不见有什么动作, 身体周围的魔气就开始剧烈翻涌, 掌牙无爪地向着这边扑了过来。 这是什么渗透? 林轩是眉头一皱, 想也不想地伸出手, 一直点出。 九天明月环开始颤抖, 呜呜的声音传入耳朵。 灵光暴射耀眼的光滑中, 几只火龙于冰胶是浮现而出。 林轩的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神念微动, 火龙于冰胶就向前扑了过去。 很快, 双方接触, 匿急的爆裂声传入耳朵。 魔物虽然凶涌淡, 九天明月环的威力更是不可小视, 火龙于冰胶是大战上风。 然而, 加罗骨魔的脸上并未露出意外之色, 一道法觉打出, 那些魔物迅速往中间凝聚, 越来越浓, 一张鬼脸是幻化而出, 面积足有半亩, 看上去, 猙獰可怖。 鬼脸是一张口獠牙外露, 一道灰白色的魔蜂从里边喷涂, 一卷一收, 竟然将一只火龙包裹, 卷到嘴巴之中, 然而这家伙大嘴儿一阵乱嚼, 就将火龙吞落。 林轩也算是见多识广, 但这种彪悍的招数, 正是第一次遇到, 还来不及动作, 又有一头冰胶将这家伙就生吞了。 林轩眉头一皱, 双手极速挥舞, 嘴唇张合, 晦涩咒语是源源而出, 合! 随着他的动作, 剩下的火龙和冰胶聚在一起, 竟然开始互相融合, 耀眼的光滑, 令人策默。 加罗骨魔的表情终于有些变了, 对方不过区区, 源英初期修宪者, 拥有双属性法宝也就罢了, 居然还能克服水火不容, 施展出这样的神通, 有些棘手。 他当然不会坐等林轩施展秘术, 王一指点出, 那鬼疗张开口, 从里边喷出大股灰白色魔风, 比刚刚的粗的多, 呼啸着向前缠了过去。 然而轰隆一声巨响传入耳朵, 灵光暴射, 从那光环之中跑出了一头银龙, 身长进二十丈许, 双头四足, 仅仅是一声低吼, 就将魔风给震散了。 第八百一十八章 佛陀 这是什么? 加罗古摩脸上流露出一丝亚色, 只见那银龙是一百头颅, 从口中喷出两道杖许粗的青色光柱, 世家千军的向着鬼脸就轰了过去, 而另一边, 袁柯也没有闲着, 他同样看出紫魔的修为非同小可, 自然不愿意让其各个击破, 袖袍一扶, 那六道月牙形的光刃顿时暴涨起来, 原本直径仅有持续, 如今却变成了三丈有余,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向着死魔使呼啸而去。 月玄风的原因, 则冲着身前的青芒使吐出了一口惊气, 同时小手轻轻点去, 那青芒拉长随后暴涨, 竟变成一轮圆月的模样。 无数枝头大小的光点从那圆月之中密密麻麻的浮现而出, 犹如冰雹一般, 顿时破空之声大作。 三人虽不能说全力以赴, 但这连手一击的威力也是非同小可, 然而那妖魔仿佛视若无睹, 脸上竟无丝毫畏惧之责。 左手是波动念珠, 右手直竖高宣一句, 阿弥陀佛。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那鬼脸是一阵模糊, 随后竟画化成一尊佛陀来, 庄严宝像, 背后还有佛光, 只不过那光却是灰黑色的。 加罗本是佛门的修仙者, 虽然飞升到上界之后转化为了妖魔, 但以魔气却能驱使佛门神通, 只不过有些似是而非罢了, 不过却更加诡异难测。 眼见两道青色光柱碰到眼前, 那佛陀一仰手斜斜击出, 明明动作轻柔, 却轻易地将光柱给击溃掉了。 如来神掌。 林轩眉头一皱, 他虽然并不会佛门神通, 但这种大威力的不传秘术, 却也是听说过的。 据说, 由佛门的护法金刚使出, 便是元英后继的大修仙者, 也只能退避三射。 当然, 眼前这魔气所幻化出的佛陀, 不过是点皮毛而已, 但也绝对不可小视。 与此同时, 元科与月玄峰的攻击也是连昧而至, 加罗古魔眨了眨眼皮, 终于将手中的念珠记起。 绳锁断裂, 一共是十八颗龙眼大小的珠子, 在滚滚的魔气之中, 画为了惨白的骷髅头。 双眼空洞, 口喷壁火, 怪笑着, 向着两人迎了上去。 首先批来的是元科的法宝, 那六道月牙光刃, 长足有三丈, 化为片片银色刀光, 即使自然非同凡凡凡。 冲在最前面的六个骷髅是眼中一片血污, 身形突然再次暴涨, 而且他们的额头之上, 突然延伸出了张许长的尖角, 迎向道光。 而其余的骷髅则一起张开大口, 嘴中是一阵乱嚼之后, 碧绿色的鬼火是喷吐而出, 那些冰雹般的光点一接触, 就被吞没了。 元鹰的脸色是有些难看了, 鼻子一皱, 眼中闪过怨毒, 双手挥舞, 更多的光点从元月中喷出。 对于这毁了自己肉身的骨膜, 他心中只是恨到几处。 元鹰也同样不服输, 作为雪狐公主, 此女也是极高傲的人物, 以三敌一居然还一见面就被压制, 这也未免太没有面子。 此女是身出玉指, 遥遥向远处的光刃点去, 那六片光刃的公式是 有若疾风咒语, 不过很快又摆脱了骷髅的纠缠, 向高空射去。 聚在一起是合六为一, 一件造型古朴的法宝是出现在了空气之中, 出一咖, 这有点像银色的花朵, 灵光四射, 然而花瓣却锋利的有如刀片似的, 让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这才是圆科本命法宝的真面目。 此女是衣袖飞舞, 磅礴的腰力是倾斜而出, 那银色花朵是一阵颤抖, 嗖的向前飞射而去了。 处在正前方的骷髅翔朵, 却为食一瓦, 从鹅至河被破成了两瓣, 眼眶中的鬼火也顿时暗淡。 圆科大喜当即再接再厉, 又是几刀法掘打了出去, 那荧光一闪再次出现的时候, 又到了另一窟窿的面前, 如法炮制地将它破尾了两瓣。 妖魔是眨了眨眼, 望向圆科的表情顿时变得冰寒, 子女不过化形中期妖族, 拥有这件宝物却是非同小可, 难道身份竟有什么特殊吗? 她的额头上竟然出现了一硕大的眼球, 足以婴儿拳头大小差不多, 瞳孔是一片灰白之色, 诡异地向着圆科望了过来。 哼,原来是雪狐族的, 身上似乎还有一些传虫的噱头, 莫非你是当代雪狐王的女儿吗? 子摩水喃喃地开口, 圆科则是大惊失色, 对方居然能够将自己的本体看出这是什么秘书。 不过,那诡异的眼珠一眨之后又重新闭上了, 看来这种神童也不是能够轻易实战。 雪狐族, 哈哈, 你跑到这里做什么, 因为凭那区区宝物就可以破我的魔珠? 哈哈, 太天真了。 话音未落, 加罗骨魔以双手挥舞, 同时是嘴唇微动, 念了一句古怪的咒语, 一道法觉打出, 皈依的事情发生了, 被几个劈成两半的骷髅, 头被摸起包裹重新融合, 也是以六划一升级变为更大的鬼头。 此鬼头形象恐怖, 体积与一小栋房子差不多, 獠牙外露, 整个面部还有后脑全都密密麻麻的布满了黑色的尖刺。 那些刺长短不一, 从半尺到杖曲, 可步到极处。 去! 随着古魔神念的去世, 鬼头向元科的法宝石迎了上去, 一阵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 不太像金铁交鸣, 倒像是用刀片刮动陶瓷所发出的声音。 银花是锋锐无比, 已在刚刚表现的酣畅淋漓, 然而那鬼头却用牙齿将刺宝硬生生地咬住了, 薛火公主的脸色有些变了。 元科一连催了三道妖力, 可宝镜像是和鬼头柱为一体, 纹丝不动。 更加可怕的是, 从那鬼头的牙齿之中, 无数魔物仿佛剧毒, 开始向自己的萤花弥散而去。 他在侵蚀自己的宝物。 元科大惊失色, 表情竟有些仓谎, 也难怪, 且不说此乃是自己本命发宝, 一旦被毁, 后果不堪设想。 光是当初为了炼制死宝, 自己已花费的心血, 就令他万般不舍。 然而现在, 想回收也已经晚了。 元科的脸上布满了阴霾之色, 略以愁愁, 将以茶壶模样的古怪法宝, 从怀中寄出。 此宝是色泽暗红, 今有八张大, 一股清临之气使沸然而出。 加罗古魔转了转眼珠, 脸上流露出一丝郑重。 这是雪狐族的传承之宝, 你竟然能够操纵此玄星湖。 元科室秀眉一条, 对方居然认识此宝。 雪狐公主心中感到有些不妙, 好在并非她一人在此处与此摩单挑, 见银胶喷出的光柱被挡住, 林轩虽然略显惊讶之色, 但很快就平息了。 吸了一口气, 手中的发觉是变幻不停, 从九天明月环之中 喷出两道不同颜色的光柱, 仅有耳壁粗, 但里边蕴含的灵力却非同小可, 嗖的一声没入了银胶的头颅, 银胶的面部顿时露出痛苦之色, 身体不停翻涌, 噼里啪啦的爆裂声传入耳朵, 它竟然开始变化。 物系之中隐约可见已交受人身的怪物, 依旧有两个头颅, 四足也变成了手臂, 浑身上下被银灿灿的鳞片包裹, 怪笑着扑向了佛陀, 而林轩还不甘休, 左手一翻, 一碧绿清脆的玉笛又出现在了掌心里, 滴溜溜一个盘旋, 一条水桶粗的巨蟒出现了。 寿魂之宝, 虽然就如今林轩的眼光来看, 并不算特别厉害, 但也能起到一些攻防的作用, 巨蟒是从侧翼扑向了佛陀, 倒是那原因手段不多, 虽然他是原英后期的大修仙者, 但失去身体之后, 宝无自然也大多失落。 不过作为一代宗主, 月旋风眼光自然非常的了不起他, 销售一掐, 身形开始模糊, 准备引在暗处, 瞅准机会再进攻。 面对扑过来的蛟笼, 佛陀再次使出了如来神掌的秘工, 阴交也不示弱, 四肢手臂一阵挥舞, 破空之声大作, 无数爪影在半空中浮现, 是密密麻麻, 有如如来神掌对碰, 轰隆一声, 爆裂声传入耳朵。 假如是正版的如来神掌蛟龙, 未必挡得住, 不过这次, 这魔化佛陀使用的看似神似, 其实不过是皮毛而已, 抓影丝毫不落下风, 毕竟此刻与三人放对的, 也并非真正的加罗古魔, 天秀真人还无法与这魔区完美融合, 所发挥的, 也不过是十分之一的神通罢了。 林轩使心中一松, 而袁柯那边已经开始施展秘术, 只见他袖袍一服, 又有一小巧的玉盒, 是飞掠而出, 盒盖打开, 清香扑面, 那嫩绿的茶叶, 仅剩下薄薄的一层了。 少女的眼中闪过一丝惆怅, 不只是因为茶叶不多, 施展这种秘术, 对于他的身体消耗也是极大的, 尤其不久前才刚刚使用过, 按理说, 至少给歇上个半年, 不过如今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无论如何, 他也不会让自己的本命发宝被毁。 古魔当然不会傻傻的等着三个人的进宫, 面无表情冷哼一声, 身形微晃, 竟然一分为三, 化为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古魔, 如影随形般的向着三人是冲了过去。 这是什么? 化身之术? 不对, 林轩摇了摇头, 倒真有点像传说中的身外化身神童, 不过他现在也没有心情去分辨什么, 因为几乎是一眨眼, 那中间的一个古魔就已经扑到了自己的面前了。 第八百二十章 施魔护主 每一名皆高有八尺, 形态威猛, 手中拿着刀枪剑气等不同的武器。 林轩眉头不由的一条, 这是他第二次看见雪国公主施展传承秘术, 与上一次独斗凤凰时大不相同, 然而却同样的神妙到了极处, 叹为观止的感觉。 真不知道那玄清湖是怎样的宝物, 即便以林轩的称呼, 也不由的露出热气之色, 有点眼馋了。 不过很快, 林轩就收起了杂念, 如今是大敌当前, 可不是该起贪心的时候。 用宝物困住元科之后, 古魔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林轩身上, 如今的要点是各个击破, 虽然这小子不过是元英初期的修仙者, 但宝物神通全都非同小可, 只要将这小子灭了, 其他两人就不足为君。 古魔的算盘是打得不错, 尽管元科拥有传承的宝物, 可他还是看得出那貌不惊人的小子, 才是最难缠的。 至于月玄丰, 一个失去肉身的大修士, 又能翻起什么浪? 见古魔阴狠的目光盯向自己, 林轩与人斗法经验丰富无比, 从对方的神态中已看出端倪, 心中暗呼晦气破口大骂不已, 但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 张开口再次将闭幻忧火喷吐而出。 不过, 却并非单纯地杀向古魔, 而是飞向了悬浮在身前的短剑, 轻火。 此剑的攻击力非同小可, 林轩打算用它做正面突破。 当初, 祭炼磁宝的时候本来就用过此魔盐, 两者自然是一拍即合, 很好的融合为一体。 剑刃被诱惑包裹看上去阴森森的, 林轩咬了咬牙, 脸上闪过一丝狠利之色。 蛇战春雷是开口大鹤, 同时一直点出, 轻火箭一闪已从原地消失不见。 随后, 诡异地浮现在了古魔的面前是清光耀眼, 狠狠地劈刺下来。 明明是一饼持续长的短劲, 可那一击的威力却仿佛刀劈划删, 古魔被劈成了两半。 然而林轩脸上并没有喜色出现, 反而林轩闪行一闪将九天微步施展出来, 凭空瓢出数丈之远。 加罗古魔哪是那么好灭的? 林轩刚刚斩杀的, 不过是他在原地留下的残影罢了, 这家伙修为非同小可。 不知何时, 已施展金蝉脱鞘秘术, 林轩的神识也被瞒过。 幸好他争斗的经验也够丰富, 及时施展出了九天微步, 只见一条儿臂粗的黑影从林轩刚才站立之处时洞窜而过。 竟是加罗古魔不知何时将尾巴藏于地底, 然后从背后钻出偷袭。 好险啊, 林轩也是倒吸口凉气, 这狡猾的妖魔真是阴损无比, 差一点就落入到他的圈套之中。 咦? 以惊异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古魔是翻了翻眼珠子, 同样是一脸惊叉之色。 自己这样的攻击也能躲过, 而且他刚刚施展的顿术比起瞬移也不过稍训一筹。 有没有搞错? 对方不过是一宁丹初期修仙者, 按理说是中阶修士也没这么难缠了。 不过古魔也仅仅是意外罢了, 表情沉浸之后, 反倒是嬉喜了起来。 对方难缠又如何? 总而言之绝不可能从自己的手中逃脱, 而他的神通越是非同小可, 血肉于原因中的晶圆也就越多。 想到此处, 古魔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 一脸贪婪之色。 林轩的心中是有点打鼓, 这实在是生平未遇的境地, 一定要小心在意, 稍有差池, 说不定就会陨落在这里。 面积至此, 林轩是绣袍一幅, 一面八张大小的盾牌是飞掠而出, 此盾由白骨铸成, 中间一张猙獰鬼脸, 显得鬼气森然, 滴溜溜地在林轩身前盘旋着, 可即便如此, 林轩依旧没有感到满意, 轻火箭已倒飞回去, 被他卧在掌中, 避唤忧火熊熊燃烧, 林轩右手一翻, 又将一叠俘虏给取了出来。 这小子的宝物还真多, 加罗古魔有些皱眉了, 他也不想继续耽搁, 消耗太多真缘不利于一会儿天气浮魔阵的破处, 这必须速战速决才可呀。 想到此处, 子魔双手挥舞, 一片幻影是浮现而出, 他的背后竟然隐隐有佛光闪烁, 只不过那佛光却是灰黑色, 显然被魔器服饰。 随后子魔张开口是瞠目大鹤, 一股黑色阴波从口中喷涂, 不用说, 正是佛门狮子后的无上神通。 林轩的心中有一种荒诞的感觉, 自己修仙以来从未与佛宗高人交过手, 想不到第一次领教佛门神通, 却是在这妖魔身上, 不过这个念头, 经济时一闪而过, 林轩并宁神对敌, 一点指一道法掘打在上面, 那三阴白骨顿时猛然膨胀起来, 中间的鬼脸是张开口吐出一道阴风, 将林轩包裹在其中, 阴波已无声无息地杀了过来, 林轩感觉脑海中一疼, 仿佛被人又重锤狠狠积了一下, 头重脚轻, 浑身法力竟然无法提起, 林轩大惊失色, 想不到这佛门狮子吼, 几乎是能够无视法宝的防御。 不妙已急, 仅仅这一下林轩就失去了仙机, 而那骨膜嘴脚边则露出阴森笑意, 脚下黑色连台一闪, 他已从原地消失不见。 危险, 尽管神是无法锁定对方踪迹, 但林轩不用想也知道, 对方肯定是在快速接近自己, 想要施展雷霆一击, 而在这个时候, 自己浑身法力几乎提不起, 更不要说重新布置什么防御, 可以说已陷入了绝地。 如果换一名原英修士, 陨落几层定局, 然而林轩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下一夕, 加罗骨膜已出现在林轩身前三尺之地, 手一伸, 半空中化为乌黑魔爪, 指甲伸出是寒芒四射, 狠狠地朝着他的心脏抓下。 林轩浑身依然麻痹, 但调动些许神念还是没有问题, 口中轻斥急, 他腰尖的一只口袋突然自己打开, 无数灰白色湿气冒了出来, 一个身影是若隐若现, 鸟牙外露, 瘦血干枯, 不用说正是尸魔, 可惜他的两只手臂都没有了。 在麒麟鼓洞被毁之后, 林轩还来不及修补, 原本不想用其对敌, 不过如今危机时刻, 自然顾不了许多。 尸魔是一声大吼, 毫无畏惧地, 当在主人的身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